哈喽大家今天呢本来是做好了很多很多的打算 如果都能做完的话这个这个进展会觉得会比较顺利 然后呢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但是呢一步一步到现在好像真的没有办成什么事情 首先呢本来今天是要去买一台相机 结果我们去到一个苏宁一购 那个地方在地图上还在显示 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了 哈喽大家刚才我们去到了一个废弃的苏宁一购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后来又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线下还不如线上呢 后来我没有办法 本来想今天能够拿到机器 今天能够开始使用这这台机器啊 然后直接就做开箱直接就开始使用 那事与愿违没有买到新的相机 那只能今天下单明天送到 在在视频里面做开箱 第二件事呢本来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杨丽的生日 今天是小同学的杨丽的生日 是吧 你好好带路行不行 好 嗯 然后 然后本来说我们去看一下买个相机 因为要用嘛确实是要用 然后再给他买个自行车 可是妈妈今天早上去帮老师统计分数 你还不好意思啊 那你自己说 你考的怎么样 不好 哈哈哈 那本来是要给他买一台自行车呢 也是因为买相机多跑了几个地方 结果把时间全部耽误了 然后我们和孩子老爷一起去吃饭 吃完饭之后就没有太多时间了 因为他晚上还有英语课 那现在我必须要录这样的一段视频了 如果不录这样的一段视频 天就要黑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啊 现在看外面还是比较亮 这个位置是 南向 对 可能在北方 南向的这么一个方向是会非常非常重要 南向 那 我之前有提到过 其实不管是工作室也好 还是一家奢侈品店也好 如果一个职业的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员去到这个店的话 他可能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找一个地方可以拍照 那实际上呢 在这个位置很长时间会有光打进来 所以在这个类似于大象灰的这样的沙发上面 或者再加一些其他的这种布料在上面 有质感的那样的布料在上面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自然光线的拍包包的一个地方 当然那些小凳子什么会拿开 因为我的这个家呢 孩子已经长到七岁了 已经七岁多了 已经过了生日就是八岁了 所以这个家有很多很多的记忆 比如说这个书架 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 除了我的书 可能有些时间打折啊 那个书打折我会买的比较多 然后有的时候是孩子的书打折也会买的比较多 然后他还是比较喜欢看书的 在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 我们也会轮流给他读书 所以也是攒了很多很多的书看得到 对本来呢书并不是在这个位置 在哪里呢 刚刚到这是沙发 这是孩子的房间啊 那边看到吗 那边是主卧我们的卧室 对这样的一个客厅 那这边是进门的位置 进门 这个是一梯一户的 所以进门 出了电梯之外呢 就只有这一户 只有这样一户 进来之后看到地上还有一些箱子 刚拆出来的 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有快递送来 呃那个小一点的箱子 小一点的箱子 看到没有 对那个 那个 指不到了 这个 对 这个箱子呢是一个要做开箱的包包 但是呢我不希望用这一台相机来做 我希望又会有双机位 所以我还在等明天那个相机 那这个就是明天来录 我的主要的战场在这里 这是一个算书房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封闭式的书房 看到没有 这边是呃 我面朝的方向是东面 那它也会 不管是 什么时间啊 不管是早上也好 还是像现在已经是下午快要天黑的时间了 它其实光线都还是不错的 它并不会阳光直射到这个方向的包包 直射的话 呃可能就这边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这边还是 就是就采光来说还是很好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的理想呢是 这边会摆包包 现在只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包包在这里 所以还没有完全摆满 那边还很乱 还很乱 只是一点点在收拾 因为今天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外面 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收拾 呃然后 可能会这样 嗯 这个角度 给大家做一些开箱视频啊 或者怎么样的 对 呃你看 看到这边还有很多书没有去处理 呃 还有这 这个 这个是小朋友 也是哈尔滨的小朋友 让我带 带来的 带来的 其实已经付了款 那还存在我这里 我在等它的命令 这两个是 呃 钱包 是 我准备拿去爱马仕 护理一次的钱包 看一下爱马仕的 这种 也是增长自己的经验 啊 所以说整体来说家里面还是比较乱 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个 做一个介绍的视频 但是呢 呃 通过这样的 这样的一期来告诉大家 呃 我们也是在努力改善这样的一个环境 呃 明天 明天照相机可能会下午到 可能会下午做一些开箱啊 或者是相机的开箱也好 或者是包包的开箱也好啊 会有这样的一些内容 对 啊 可能更多的时间我们需要构建起 在在家的这样一个环境构建起这样一个工作室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可能没有办法分的那么开 像如果孩子在的话 我可能没有办法录制视频 对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呃 总体在哈尔滨的第一天就是有点乱 有点乱 然后呢 很多事情事与愿违 就比如说我们 打算真的是带着钱去买一台相机 抱一台相机就回来的 然后 到哪都没有 到哪都没有 就是可能没有大城市那么方便 出门你只要知道去哪里 一定会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回来 对吧 嗯 嗯 然后哈尔滨的交通 哈尔滨的交通真的很繁琐 非常繁琐 很多很很窄的路 然后很多 这种堵车的状况 对 嗯 回来了就 既来之 则安之 啊 既来之则安之 所以我觉得 呃 万事开头难 但是我还没有觉得很难 嗯 也还没有去考察 那个那个那个洗户的师傅 我觉得如果 没有考察到的话 我还是倾向于 用我 之前认识的 啊 就是之前在我们公司的那些师傅 然后让他先帮我们做 可能就是产生一些邮寄费用 但是至少是放心的 对 好吧好吧好吧 就是从一个公司的状态 到一个工作室 我来负责的状态 向大家汇报 啊 可能明天会 会会会会赶上很多 好吧 今天就先这样 明天明天的开箱 先先去透一下吧 一个 薄金三菱 性价比很高的包包 好吧 明天见拜拜 明天见